我們發現他除了攻打上呼吸度 即是會引起思考症之外 其實他亦是容易攻打腦部 可以說如果是中了壞死性腦炎 是狗死一生 然後真的捏緊了氣管 導致就真的有生命危險 即是為呼吸困難 哦 直接是呼吸不到 其實是 一知道申告出來 可以有一打 都立刻帶小朋友去打 打完針其實我兩個小朋友其實都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 Salome 都知道近日疫情都很嚴峻 大家最擔心的 一定是小朋友或嬰兒確診 要入醫院有重症這些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專門來到香港大學 找來我身邊這一位Gilbert醫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現在的疑科病房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現在在醫院裡面的疑科病房 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在我們公立醫院的疑科病房 接收新冠患者的情況都挺爆滿的 我們近這一段時間看到的 都是一些嬰兒熱入院 幾個月大 幾個月 十幾個月大 或者可能一個半月 都會看到 通常都會看到他們發高燒 可能吃東西胃口不好 吃得不好 例如現在經常都會聽到思考症 甚至乎有些烤喘發作 發燒抽筋的情況都會需要入病房 明白明白 你作為自己也是醫生 又是爸爸 你見到在病房裡面 見到一些小朋友 你走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都很心痛 絕對會 絕對會 都會想如果我自己的小朋友是怎樣 怎麼辦呢 亦都很替家長辛苦 因為他們本身 除了要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要安撫小朋友 照顧一個病的小朋友 之餘 他們可能自己都中了一招 所以他們自己又發著燒頭痛 我吃點餅乾 然後又繼續要照顧 通常我們都是容許一位的家長去陪伴 所以那幾天住院 就只有他自己的腳踢了 我們都經常聽到思考症 那其實收了入院的那些小朋友 是不是都很多時候會有這個症狀 沒錯 輕微的 我們當然會用藥物處理 但有少部分的小朋友 其實都會挺嚴重 嚴重的意思是 他除了我們聽過CR症的症狀 譬如Sensor 可能會有很粗糙的咳嗽聲音之外 其實他可能會呼吸不到 那些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會怎樣知道呢 譬如說 那小朋友猛症得來 但血含氧量很低 需要聞到氧氣 甚至看到他開始氣喘 透氣急速 或者可能有時痛 他們就 抹大了口 但就吞不到口水 那些情況就非常危急 我們那些情況之下 看在哪個情況 如果是在急症室見到的話 就會立即找麻醉師 即是最資深的麻醉師 以及最資深的耳鼻學科醫生 送進手術室 跟他在一個很受控的情況之下插喉 如果是病房 我們都會叫這兩組醫生 跟心肌治療部的醫生 一起去幫忙 那就是盡量要穩定住氣管 因為如果他再腫下去的時候 又真的捏緊了氣管 那到時就真的有生命危險 即是會有呼吸困難 即是會有呼吸困難 直接是呼吸不到的 所以思考症我們都不容忽視 那有沒有一些很嚴重的病化症 或者是一些重症的情況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絕對可以 我們其實在第五波疫情 我們學習到Omicron這隻變異株 其實在小朋友 尤其是在小朋友那裏 我們發現他除了攻打上呼吸 即是會引起思考症之外 其實他亦容易攻打腦部 攻打腦部 即是說我們會見到一些是腦神經線的病發症 家衛常見的就是俗稱發燒抽筋 但我們見到在這一波疫情 受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小朋友的發燒抽筋 就開始不是那麼典型了 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又會抽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 有時可能抽的時間會來小 我們需要用一些紫抽筋藥 可能有家長聽過 就是塞光門的藥物 甚至乎要打針的一些紫抽筋藥 亦都可能在媒體上我們都會聽到 有一些叫壞死性腦炎的情況 壞死性腦炎其實是一些非常非常嚴重的腦病變 基本上以前我們都會看到死亡率非常之高 之後會出現殘障的機會率亦都是非常之高 可以說如果是中了壞死性腦炎是狗死一生 而你接觸過的這麼嚴重的情況 其實那些小朋友或嬰兒 他們是有沒有接種過疫苗 或者是否已經完成了接種 是的 現在這一波的疫情 尤其是近這兩個月 其實大部份的小朋友 入院都是嬰幼兒 亦都未接種疫苗 而我們在香港 我們見最近八位不幸離世的小朋友 縱使他們可能都是有一些長期病患 我們都見到很大部份他們都是未接種疫苗 或者可能很短時間內只接種了一針疫苗 其實效力是未夠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作為醫生 雖然我們明白很多家長都對疫苗有一些擔心 但是其實我們用了這隻疫苗 在香港都一段長的時間 都年多兩年 在外國都數以千萬計或數以億計的疫苗 已經是接種了 都見到是安全有效 真的我見到是避免到一些併發症 那Gilbert你作為醫生 以及兩個小孩的爸爸 是不是都有帶小朋友去打針 是的 沒錯 我自己大兒子就五歲半 已經剛剛完成了三針的疫苗 小兒子就兩歲 都即將會接種第二針的疫苗 都是一知道申請出來 可以有一打都立刻帶小朋友去打 那個原因其實就相對直接的 對於我來說 因為本身自己由第一波 已經開始照顧新冠的患者 尤其是小朋友 也都見到不同程度的病發症 會出現 有機會出現 再者就是因為新冠的疫情 令到很多小朋友都停課 停學 其實對學習和正常社交的學習和生活 都是很大影響 因為自己都參與了不少新冠疫苗的研究 亦都了解得到 其實兩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 一聽到有得 小朋友在他的年齡層可以接種疫苗 都第一時間去預約去打 打這個過程其實都很方便 亦都很順利 打完針其實我兩個小朋友都沒有特別不良反應 發燒都好像沒有發燒 自己的親身經驗 亦都是感染到身邊的朋友 因為始終作為一個家長 如果尤其是不是我們這一行業去做 其實多少要打一些東西 試一種相對新的疫苗下去 自己的寶貝那裡 其實是會有一些擔心的 這個的確是有的 不過自己其實我又覺得自己是很祝福 因為可以參與到這些第一線的研究 可以看得到第一手的資料 亦都是觀察到很多 我們的小朋友接種了之後的效果是怎樣 兩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都會不厭其煩地 跟身邊的朋友去分享這些數據 其實用多一點時間跟身邊的朋友去講 他們亦都說 好 我帶個小朋友去 通常都是我可能有少許發燒 過兩天就沒事了 其實打完後 反而家長有時衝破了心理障礙 然後反而又安心了 因為他們上學去playgroup 或者去幼稚園 甚至出外地探餐 他們都說不要緊 就算那邊疫情很差 但是我們有個保護 你帶兩位兒子去打針 他們有沒有很害怕 很緊張 大兒子都用了一些時間 去給他們心理準備 解釋為何要打針 小朋友當然打針會哭 哭完後就請他吃餐 小孩子的第一針 就跟哥哥的第三針一起打 所以有哥哥拖著 都是哭的 但哥哥又可以照顧著 那哥哥也很甜蜜 會的 是呀 是呀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好的經歷 另外我想很多其他家長都會有個關心 就是小朋友有很多針要打 尤其是我自己的兒子 接下來半歲 又要打一些初生針 健康願打那些 又或者是流感針 其實連接新冠疫苗一起打 其實會不會有俗語所說的撞針的情況 是有沒有的呢 其實因為現在大部分嬰偶兒可以打的 有課的都是科興 一種會有疫苗平台 我們傳統都用了很久的 這個平台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是可以跟其他疫苗一起接種 亦都可以跟流感疫苗一起接種 當然有些家長就說 我都是不想一起接種 可不可以分開打 都可以的 不過就不要分太開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要想像就是 如果八歲以下的小朋友 未接種過流感疫苗的 其實是要打兩針的 科興的新冠疫苗 最好的是打三針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開來打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 整個冬天就會在這裡打 不停打針 還有其實時間就會拖到很久 未必能夠可以這麼快 及時有個保護 所以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 都有一些個別的不同的憂慮 可以在注射之前 找疑科醫生 或自己家庭醫生去討論一下 問清楚自己的疑慮 因為大家都是親小朋友 希望給到最好的保護給小朋友 這裏簡單說 即是無論初生針 流感針 以及新冠疫苗 其實是可以同時 簡單說是同一日可以打完它 沒錯 所以為什麼現在在母嬰健康院 都可以有一個服務 大家可以在那裏打疫苗 其實就是因為 希望方便到媽媽 我以前兒子小時候 要普出街一次 其實都頗多假餐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今天真的非常之多謝 謝謝 給你時間 我們可以給我問了這麼多問題 以及給了這麼多關於疫苗的資訊 在這裏祝大家 大小都要平安健康 沒錯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好了 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